到高雄市有一間醫院 是傳出搞錯開刀病患的 離譜醫療疏師 從工友護理師再到指導醫師 從頭到尾居然都沒有人發現 一名張姓病患 因為要做胸腔引流手術 是住進了民生醫院的病房 而同病房的另一位黃姓男子 則是因為低血壓住院 4號張姓病患的手術時間到了之後 工友就協助運送病患 沒有想到竟然推成了 隔壁床的黃姓男子 等到病房的護理師要給藥的時候 才驚覺有意 對此市府衛生局證實 發生疏失的救世市立民生醫院 將對指導醫師 麻醉醫師 護理師等 5人記過懲處